首先建立一份作业 标题毕业英语写作 那主题呢 建立主题叫做English Writing 评分量表 我们选择重复使用评分量表 重复使用 然后选择我刚刚在六年七班建立的 那这里有个英语毕业写作的Rubrics 选取 然后呢很简单 只要再勾选 给另外的三个班级的同学们 然后按出作业 就可以咯